3月19日谢伊林在微博中宣布自己结婚的消息 今年生日我不一样咯 阿琳脱单了 是的你没听错哦 老娘也是有人要的 人都要有想嘛 我结婚啦 恭喜我祝福我 人生难得怒刷一波存在感 消息震惊众人 但是她并未曝光结婚对象是谁 而她过去从初到以来也仅传过一次绯闻 因此老公的身份引来不少粉丝揣测 事实上谢伊林在2012年 与男友分手后就一直没有传出新恋情 直至2015年才被媒体派到 与三名男子一起在东区逛街 其中一位帽子男不但贴心帮他拿提袋 走路还不时肩并肩互都爱美 四人各自解散后 帽子男却单独跟他搭车 返回内湖住处过夜 对方态度轻松泰然 似乎不是第一次一起回家 被怀疑两人是同居状态 建伊林19日凌晨在微博晒出一张亲手照 画面中他站在箱子上 旁边还有个很大的爱心 上面还写着Green and Lean 图中是以Q版卡通画出 所以无从得心南方身份 从画中看来两人身高似乎相差很多 于是南方身份的唯一线索 也就是他的英文名字是朋友 房屋 出现官房屋 一线索 都会发生日快乐 除了 那么 被